泰魯閣號撞車出軌案發生至今 已經超過了半年 造成泰魯閣號四十九死的主嫌 李逸祥 花蓮地院法官認定 目前訴訟進度 已經對他形成拘束力 已經沒有積壓的必要 裁定六十萬元交保 不過檢方不服 認為被告李逸祥 僅以六十萬元的低額 懼保金替代積壓 不服比例原則 立即提出抗告 戴著口罩 穿著黃色上衣 身型 看起來明顯銷售 這是今年九月 泰魯閣出軌案 包商李逸祥 從看索所出來的畫面 最新花蓮地院法官二十六號認定 沒有積壓必要 裁定六十萬元交保 花蓮地院認為 相關證人 都已經交互結問完畢 依目前訴訟進度 給予李逸祥 移工華文好 一定處分 足以形成拘束力 因此沒有繼續積壓必要 裁定李逸祥和華文好 停止積壓 李逸祥限制住居於花蓮市 並限制出境 出海八個月 但這樣的裁定 卻立刻引起反彈 罹難者家屬透過王維鈞表達難以接受 不只是刑度 還有後續如何改善 檢察官也立刻提出抗告 認為法院在證據調查上未告一段落 被告李逸祥僅以六十萬元的低額 聚保金替代積壓 都不足以擔保 被告兩人 將來如實面對司法審判 及刑罰執行 也不符比例原則 眼看泰魯閣出軌案已經超過半年 從法律工房到台鐵 後續改善 看起來都是漫漫長路 華視新聞 李漆廷 台報道 首次衛造